她眼看就要被掐死 却被吓醒了 原来是场梦 可诡异的是 当她起身上厕所的时候 脚踝上却莫名绑了条红丝带 而丝带的另一头 系在一个小女孩身上 小女孩说自己是她的守护神 并且要她在天亮之前 一定不要解开红丝带 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惊魂未定的女人 也没有再说什么 可就在她上厕所的时候 小女孩却在外面唱起了歌 而听到歌声的女人 瞬间就像着了魔一样 她不顾小女孩的劝语 解开了红丝带 然后孤身来到了一片海域 她不顾一切的向海里走去 但不是要寻死 而是为了找一个人 找谁呢 找梦里要掐死她的那个人 原来啊 女人是个明星 虽然演技不咋地 但脾气却大得要死 为此找她演戏的人越来越少 而妈妈为了能让她接到戏 给人下跪更是家常便饭 好不容易帮她争取到一个角色 她却嫌弃是配角 又在片场耍起了脾气 她生气的让妈妈去和片场过头 但她还不知道 妈妈此时已经身患重病 而阿姨这次没有任由她胡闹 坚持让她演戏 明星见妈妈没有帮她说话 一气之下竟离开了片场 她还不知道 今天就是他们母女原敬的一天 因为在她离开片场之后 就被一个歹徒盯上了 很快明星就被歹徒狠狠地掐住 眼看就要断气 好在阿姨赶了回来 这才救了她一命 可只是歹徒已经杀红了眼 在危急时刻 妈妈用命帮她挡了刀子 当妈妈死后 明星才知道妈妈是多么的爱她 而这个歹徒之前就三番五次地骚扰过 但警察一直都没有抓到她 这天明星和朋友正嘴被出门 刚好碰到那个歹徒 歹徒眼见被发现 骑着车子就跑 明星也开着车狂飙起来 朋友让她报警 可明星却信不过警察 要亲手抓到歹徒 很快歹徒就被她追到了一个死角 而面对杀母仇人 明星更是要和她同归于尽 就这样歹徒摔下了悬崖 但明星却没有掉下去 她抓住了一根树枝 好在朋友及时赶来 把她救了上来 让她报警 而另一边的历劫也说 如果歹徒被救 一定会找明星报复 也坚持不报警 可回到空落落的房子 明星却不敢一个人住 于是朋友便让小女孩来陪她 并在她的脚踝上 系上了一根树枝带 在她上厕所的时候 小女孩怕她害怕 便在外面唱起了歌 但歌声让明星想起了妈妈 她这才一气之下 跑到歹徒掉落的海域 要找歹徒算账 可明星还不知道 这个歹徒并没有死 而是在一年后 从医院里苏醒了过来 不知道富豪的真实身份 只知道妈妈死后 这个莫名其妙的男人 总是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 伸出援手 这一幕也被歹徒看在眼里 第二天富豪照常去接明星 可就在他下车 给明星买咖啡的时候 歹徒却趁机坐进了车里 并且迷晕了明星 而当富豪回来 歹徒已经开着车子 扬场而去 富豪马上打电话给秘书 让他定位自己的车子 而歹徒也是个变态 他把明星绑到自己的家里 却不杀他 而是要和明星结婚 这又是为啥呢 原来变态喜欢明星 而有个人告诉变态 明星要嫁给有钱的富豪 变态受了刺激 这才三番五次的骚扰明星 可明星才不信变态的鬼话 而变态告诉明星 自己对他是真爱 是不会撒谎 为了证明 变态将电话打给了幕后厨师 这个幕后主持正是富豪家的保姆 可保姆万万没想到 明星也在附业 就在这时 富豪根据车子的定位 也找到了变态的家 而为了保护明星 富豪硬生生挨了一记闷棍 好在他站立不出 几下就把变态打趴下了 这次富豪抱着明星就往外走 歹徒也被突如其来的警察吓跑 富豪因为年轻时忙于事业 错失了妻子 就这样富豪抱着明星 不知道走了多久 两人这才发现 车子停在了歹徒那里 刚好前面有家民宿 两人商量今晚就住在这里 恰巧民宿只剩下一个房间 这让富豪暗起不已 可没想到房间里有老鼠 吓得两人哇哇大叫 喊叫声引来了老板 可老板看到两人抱在一起 持续的离开了 而富豪的家里 此时已经得到了富豪救人的消息 富豪的妹妹也趁机嘲讽保姆 必须 完全熟熟悉 这都是把样子的心地 的一行 你的条件都知道 或许人公司的这道标 这个冻 empresa 又作出封面 永远等等 能不能跟其他的 效果就行 没有 不太前面 不太〇一 也 states 如果 来 香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